我們稍微看一下 龍軒 龍軒一定有六點了 然後... 不要再看點數了啦 沒用的 好啦 可以選擇五點換奶茶 或者換可樂 或者換雪碧 雪碧好像沒有 像有可樂 像有五味就賣可樂 但是我還沒買去 兩天CC的可樂 應該兩天CC用 跟你同學分享 分享你的喜悅 要不要 不要問可樂 你叫做一句 啰嗦 你要不要換 要不然你中文就可以拿給你 好 OK 我先把你點頭 可樂不好啊 那再讓你再深一點 對 好 我們就是講到粒 上禮拜講的粒到你什麼粒到有什麼感覺 所以我們知道粒有什麼效應 一個東西碰到粒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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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東西碰到粒會反彈 一個東西碰到粒會反彈 你舉個粒給我聽聽看 你看 會反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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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吧 會反彈 就會丟到某一部分 會反彈 我這東西 這個是你的螢幕 我吹到它的時候 我吹到它的時候 它是這樣子 然後彈回來對不對 所以它是受幾個力 你想想看 你的位子推它 它有反彈嗎 像這樣有反彈嗎 沒有反彈對不對 反彈 什麼叫反彈 對 反彈 砰彈回來 我们讲的反弹是指 比如拿这个分笔 丢它 分笔有反弹 对不对 我这样推它 我推它 我们在讲这个东西 这个萤幕受到立的那一刹那 它做什么动作 或是它有什么改变 或是它有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什么 运动动态改变 对不对 它本来静止变成它的移动 还有呢 形状改变 比如推它 用力一点它 你看 啪 有点变形 对不对 还有呢 再用力一点 啪 啪 就破掉了 对不对 萤幕就可能破掉了 所以通常受到立会有什么东西的现象 第一个是运动状态改变 第二个是形状态改变 第三个是破掉 坏掉 然后再破坏 对不对 所以受到立会有三种现象 好 那我们 我们说一个东西 受力有多大 通常为什么去拼它 受力有多大 好 我们看到立会有三个效益 第一个效益 一个是运动的改变 对不对 一个是形状的改变 一个是被破坏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现在评估一下 小婷 你现在看一个东西 看一个东西 他的运动状态 本来只一往这边走 突然间往这边走 我们可以说 他在这个点上 他们受力 可不可以说到他受力 可不可以这样讲 他突然被运动 突然被改变了 我们可以说 在这个改变那里上 他受到他的力 就是这样的 可以 可以不可以这样讲 可以 可以不可以这样讲 Hello 可以不可以这样讲 比如我现在看到你的手 假设一个隐形的 我看到你不在动 我可以说这个荧幕 这个时候应该有受到一个力 我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这个意思是 我们这就是逻辑 这就是逻辑 有受到力的 一定会有这个现象 反过来讲 有这个现象的 我们也可以说 它一定有受到力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一个东西 气球 突然间慢慢慢慢的膨胀 你会觉得他受到一个质力 压力 从哪边上哪个压力 从里面到外面 从里面向外面的压力 对不对 一个气球 对不对 一定是有人在吹气球怎么样 他慢慢的里面的压力变大 他向外吹 新的一个力 这气球就会变大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一个东西 情况在改变 你会有拍你的手臂 可以看到那个齿 他突然间 没有看到我的手突然间 变形了 你没有看到我的手 从中这样 看到他变形 你可以说 他是不是受了一个力 有可能喔 这个齿我如果放在外 就会早上看到他是长这样子 然后总有的时候 你看到他长这样子 你可以说 他是不是受了一个力 就想你放到那些力 是什么的 但他受到一个力 受到一个力的力 就是这样子 对吧 所以 我们在想的是说 我们因为力 这东西的大小 我们很难平断 所以我们必须靠这些现象来 平断这个力的大小 靠现象 我们看现象来看 好 这三个现象 你要去评估这个力的大小 哪一个比较容易 评估力的大小 跟运动的吧 运动 你刚才运动 你会觉得 比较容易评估 就是形状也可以啊 形状的改变也可以 看破坏对不对 看破坏对不对 破坏其实 他不是就是形状改变的其中一种 只是形状改变 当他没有办法恢复的时候 他不就可以被称为是那个 呃 可以这样讲 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不外比较平静 平静的时候说 他是类似有断裂 有时候 有时候 他到一个弹性变形 受性变形 他事实上比较 比较 比较特别一点 像我们讲 形状改变来讲 他有时候到比较 力量太大的 他们变形就不会是一个 我们叫线性变化 超过这个 像是橡皮筋跟弹性皮革 对 文化也是一样 文化其实是线性变化 他都 所以说 形状改变有 线性和非线性的部分 好 什么叫线性呢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好 我这边多一格 我这边多一格 我这边多两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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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也会多十格 懂意思吗 假如我每多一格 这边多两格 这边多一格 这边多四格 这边总共多两格 他多四格 那我可以对他多四格 他就多二十格 这叫做线性变化 这是可以预测的 非线性的意思是说 我这边多一格 这边多两格 这边多三格 这边多四格 这边多三格 这边多六格 有时候可能说 不知道 你没有要预测 这叫非线性 就不是等比的方式来前进 就是非线性 所以通常我们希望能够预测 第一个大小 会希望是用线性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说你可以预测 如果我看到这东西 诶 有人看到他今天早上突然 变这样子 跟变这样子 好 我们可以说 哪个手机比较大 第二个 第二个 比第一个大多少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能有感觉它比较大 因为它变化的程度比较大 可是大多少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在我们要预测 我们从那现象 要预测力的大小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要希望明确的知道 到底力有多大 这才有意义啊 否则是说 你几岁 我比你小 有没有意义 意义不大 有点意义 那意义不大 比如说 你几公斤 我比这个石头重 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意义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我们要精确的知道 力有多大 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其实在科学中 一直不断地去探究 到底一些东西我不知道 我们想要把它搞清楚 就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现在想通过这个现象 去搞清楚 这个力有多大 所以很简单的 破坏就很难 被我们搞清楚 这个力量破了 跟这个力量破了 都是破了 那我可以说 那破的力量是 第一个比较大 还是第二个比较大 看不出来 我搞清楚 对不对 所以我都没法从破坏去 自己设定的大小 那形状呢 这个变形了 这个变形大一点 我可以从变形大一点去预测 力量是变形一点点的 多多少 可不可以预测 可能可以 可能跟它有两段 一个是线性 一个是非线性 对不对 什么情况之下是线性呢 比如说举个例 这是一个橡皮圈 挂着 我底下放个吊黄 我可以钓很多东西 钓马 砝码 一块一块砝码 因为我发现呢 假设是砝码状态 是一样重 我钓一颗砝码的时候呢 它拉长了一公分 这是一颗砝码 这是长度 7m 对不对 钓两颗砝码的时候呢 它升长两公分 钓三颗码的时候呢 它升长三公分 那你就發現說 胖子變得很強實現了對不對 沒有畫得很準的 沒關係 那所以我問你 假設我現在有個法碼 剛好是0.5克的重量 我掛了1.5克的法碼 我生長應該要多少 我生長應該要在哪 掛1.5克 我現在掛1.5克的時候 我這個長均在生長多少 1.5公分 1.5公分 欸 你們要 你不是說一個0.5 一個是用的嗎 你剛剛說一個0.5克 我掛一個0.5克的法碼 如果有一顆法碼是0.5克的重量的時候 我總共掛1.5克的法碼 我是不是 可能應該是 理論上按照這個實驗它就會生長在1.5的位置 對不對 好 我掛1.5克嘛 它在生長在1.5公分的位置 好了 假設我現在掛個石頭上去 你看我們在做一些事情是什麼 我們現在用法碼跟長度去推測這個 橡皮圈的關係 橡皮圈的法碼 生長量跟法碼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我們現在用一個反對的概念 我現在掛個石頭 欸 結果這石頭生長的長度是2.7公分 欸 我就可以問你嗎 這個石頭有多重 2.7個法碼 2.7個法碼的重量是這樣子 合理吧 合理齁 那我如果歪上一個鐵塊 我改善方案鐵塊 結果它生長了4.3公分 我可以說它是起幾克嗎 我可以說它多重嗎 可能可以 可能可以 怎麼說 因為它可能就是斷掉了 有可能斷掉 但沒有斷掉之前都可以嗎 嗯 對 會有極限 會有極限嗎 事實上體論上是不可以的 我們只能在我們預測範圍內 我們時間的範圍內是3公分 就只能在3公分預測 為什麼 因為有可能到這邊的時候 它就進入非線性變化了 它進入一個非線性變化 我們不知道 因為這時間沒有做 沒有多這麼多 我們時間只有做這裡 所以當你掛4顆法碼的時候 它可能只有生長3.7公分 有可能這種情況 這時候已經進入所謂的 非線性變化了 所以就不能說 它是4.3公分 我推測它是4.3個法碼的重量 就沒有辦法 所以你必須在 我們做過實驗的範圍內 來推測 超過的部分就是說 這個法碼 目前的重量 超過我們之前的實驗 推測的範圍內 所以我們沒辦法推測它的重量 但是它應該是比3個法碼還重 可以這樣推測 是不是 但重多少不知道 因為時間沒有做 所以這就是一個概念 我們可以從已經知道 做過實驗 推測不知道的東西 但同樣可以從 現象反推力的大小 因為一開始我們說 法碼的個數去推測長度 那接下來從變形的長度 去推測力的大小 這時候就有限制了 是你的可預測範圍 還是不可預測範圍 我不知道的時候 就有沒有辦法預測 好 那剛剛 秉原說的 從運動方式來推測力的大小 秉原要不要解釋一下 速度範圍 速度範圍 所以秉原的意思是從速度範圍 你們覺得對不對 可能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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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什麼 速度範圍 可以推測力的大小 你要看它是從靜子到速度 有一個 移動速度 兩個一樣 或是從靜子開始分開 OK 所以現在秉原修正它的時候 變成是速度的變化量 是速度變化量 這不是速度喔 是速度的變化量 所以速度變化 速度變化的快 跟速度變化的慢 我們才可以推測力的大小 怎麼說呢 可以說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等出前進的時候 是讓基本上進行的時候 有的叫做怪性運動 它必須從靜子 突然變變很快 或是 我們可以進行說 第一個很快的 球打不如可以打很遠的 這個的力量比較大 所以打不如可以打得比較近的 這個力量比較小 是可以從這個方面來推測 可是現實的運用好不好用 好不好用 你看到層右打球 喔 打好遠喔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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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 看到奧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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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 OK 那你缺什麼條件 球的速度 球的速度 過來的速度 可以喔 投球給陳佑打 跟投球給浩瑞大 兩顆球的速度可能不一樣 他的速度差異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的速度變化量 所以在限時運動上 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但是他必須比較精密的量測 才做得到 在沒有精密的量測的情況之下 要透過速度變化量 推測力的大腫並不容易 所以目前普遍上 市面上 我們經常用的到的東西都用什麼 彈簧 都是用形狀變化量 取它的彈 線性變化量 用這個方式來測量速度 力量大起來 所以比較常看的就像彈簧陣 用過彈簧陣沒有 用過彈簧陣沒有 一壓 然後他就會 呼 就會旋轉 對不對 他怎麼讓他旋轉 他稍微有抓一根彈簧 他有一個彈簧 簡單來講 他是這樣子的結構 這邊是齒輪 這邊是另外一個齒輪 這個叫齒條 這個就是一根齒條 他旋轉的時候 這個好像沒有齒 所以他跟著旋轉 當我上下移動的時候 我這個齒輪會旋轉 然後這邊有彈簧 不管在下面或在上面都可以 然後這個會連到上面的支架 所以當我支架放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往下壓 壓什麼 壓到這個彈簧 至少壓到這個齒條 但齒條上面掛個彈簧 所以像那樣拉著這個彈簧 對不對 所以他一被放東西上去之後 他就往下壓 這個就開始旋轉 那種旋轉的話 像剛好畫盤的話 他這樣旋轉 這指針就這樣擺動 OK 簡單來講 一個彈簧稱的設計這樣 那彈簧稱這個時候 那我就用 反正我這樣刻畫 我就寫500 我給他秤700公克的東西可不可以 幫你去看啊 他過了500週再往這邊再偏200 就假設他700公克可不可以 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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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你有沒有早點出門啊 可以 一個 一個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困 什麼要做什麼困難 幫你愛說我弄你的耳環 OK 你可以對自己 avere點責任心啊 尚科是你的責任 喔 所以 該出現就應該出現 你要準時出現 好不好 那我還頂出你的耳環啊 對 你的耳環被他弄罰了啊 You always have a lot of excuses 真的 他 micis cardall壞掉 你不要給我cze口 我的意義就是說 你肯扯很多誣講 那你要去想,為什麼你要弄畫冰箱弄畫,別人來弄畫冰箱弄畫 我不知道啊,硬幅吧,硬幅吧 OK,好,那個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形狀變化的程度來給力力的搭証 而且這是一個線性變化,這邊是物理的 所以你不能跟我講說,我都不會了 你要不要把學家拿出來 好,運動是可以用的,但是不是我們現在 我們等下一個學習,學到加速度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運動的部分,就是力的搭証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是用形狀變化來改變力的搭証 我問一個事情,這個螳螂症在地球上 它可以用,像這個螳螂症在太空中可以用 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應該可以吧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總是用你的吧,說可以的請舉手 在太空中的話就行 在太空中不能用 好,沒關係,那個 冠元你說可以,你說他怎麼用 那就找牙 反正他是求那個變化了 所以他跟引力什麼沒有絕對關係 OK 就是在太空中他用的時候才可以用 他測到的就是力的大小 我沒有說要測什麼 我如果說問題說 請問在太空中可不可以測他的 測他的質量 你可能說不能用 因為他的質量 質量必須由地球吸引他來轉換成重量 對不對 在沒有吸引力的情況之下 那個質量是0 那個重量是0 重量是一種力量 怎麼說呢 在地球外面的時候 任何一個質量都會被地球吸 對不對 這時候這個質量 就會轉換成他的力 他的重量 就轉換成一個向下的力 這個板差 之所以掉下去 可是因為地球吸引他一個力 彈簧稱可以稱什麼 稱力 所以當他有力的時候他就稱得到 所以當他放在彈簧稱上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地球吸引一個力 就要撕一個力 這個力 這個力會拉伸糖黃的長度 所以這個糖黃症就可以稱這個力 然後那種重力 再轉換成所謂的質量 在太空中這個質量 在太空中這個質量 有沒有受到任何一個力 沒有 就沒有受力了 沒有受力的時候 你用糖黃症去稱這個質量 稱不到 但糖黃症可不可以用 當然可以用 譬如說 我去擺個糖黃症在牆上 我就過去 砰 打一拳 他可以吃到我的力嗎 為什麼 糖黃症可不可以打 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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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你站在那個 站在那個 皮頭肌上 他是壓的糖黃還是拉的糖黃 那個糖黃 那裡面有糖黃 不知道他怎麼讓你旋轉 電子的意外 電子有在解釋 電子為什麼他可以秤 一定有 那是有要的糖黃 因為你沒有來 就沒聽到 這是一個齒條 我們再解釋一下 我們30秒都可以 照說 這是一個齒條 旁邊有個齒輪 上面有一個糖黃 或下面有一個糖黃 上面有一個糖黃 上面有一個糖黃 會拉越糖 下面有糖黃 壓多糖黃都可以 所以當東西放上去的時候 他往再壓 這個齒輪就會旋轉 這個齒輪旋轉 就帶到上面 那個上面指針就會旋轉 好嗎 所以他是有齒輪的結構 但重點是他又有糖黃 好不好 有空可以 你們可以拆開這些裝置來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什麼結構 好 所以糖黃 秤 在開口中圖的用 可以用 看你要秤什麼 看你要量什麼 所以正常的用 那量力的大小 最簡單最有效的東西 就是糖黃秤 好 兩力的大小 最簡單就是糖黃秤 好 下一段呢 我們講補課定律 什麼是補課定律 我們剛剛講過一次 但是我們再講一遍 所以補課的切身呢 他在 他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看一下 從椅子去退位置 再從櫃子去 從椅子的結果來退身 結果 力會等於質量呈上 變化量 再講一遍 力會等於質量呈上 變化量 力會等於質量呈上 變化量 什麼變化量 就是那個 糖黃變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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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用糖黃色的話 就是糖黃變化量 糖黃是什麼變化量 糖黃是什麼變化量 就是在彈性提法內的 欸不是就是在線性的 狀況下的那個變化量 好同學 你們仔細聽我跟 冠軍的對話 我在問著冠軍的問題是什麼 有沒有誰可以 把我問題的真點說出來 我不知道喔 我沒有拿東西 什麼 又是進喔 這是上課還是你拿東西的時間 他真的沒在聽咧 那你都要聽啊 這對決心靜 上課你要跑步 放在這裡 有控制 那你這時候不是吃早餐的時間 如果你因為吃早餐 沒辦法聽我的課 就不應該吃早餐了 我同意你可以吃早餐 那前提是你必須能夠聽我的課 對不對 如果你因為吃早餐 不能聽我的課 不好意思你沒有資格吃早餐 如果你聽我的課 你還可以做運動 你可以做運動 如果聽我的課 你還可以睡覺 你可以睡覺 但是你如果因為睡覺 不能聽我的課 不好意思你不能睡覺 懂我意思嗎 是不是這樣子 那你現在可以告訴我 因為你能打東西吃 所以你沒有要聽我的課 不行 對不對 如果你是在打電動 打電動可以聽我的課 不行 對啦 我可以 可以嗎 可以 那我剛剛問什麼問題 蛤 那你不想 那你不行嗎 我剛剛的問題是說 我在問餅 在官員 問一個事情 肉圓 我在問官員 OK 說 因為不然你講說 彈簧的力 等質量成大 彈簧的變化量 我這樣說 什麼叫做彈簧的變化量 我的問題觀念是什麼 變化量是什麼 對 什麼變化量 什麼變化量跟變化量是什麼 其實沒有一樣 OK 那是什麼 不知道 那是什麼 什麼變化量 我在問什麼 就是你剛剛那個線性的等差 對 所以其實你少 你的說法少的東西 變化量 什麼變化量 是彈簧大的變化量 彈簧長度的變化量 彈簧質量的變化量 彈簧密度的變化量 彈簧顏色的變化量 彈簧顏色的變化量 到底什麼變化量 長度 長度變化量 這是關鍵 這才是關鍵 長度變化量 才有意義 你講一個變化 就是成長彈簧的變化量 但是我不知道他什麼樣的變化量 因為我不知道他什麼東西 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 你們可能會覺得 我才問這東西 啊到底學會在問什麼 我到底要搞得清楚 可能大家也辦得很高 你不知道我們知道 健康性 沒有辦法 健康還沒 因為你剛剛沒有 所以 如果遲到 我可不可以進我的課 會啊 所以 你遲到的時候 會漏掉我的課 那就不能遲到 懂嗎 很簡單 很簡單 我唱歌的時候不能遲到 就這樣 因為你遲到 你不夠表現 那你剛剛說什麼線性我不知道 因為剛才很遲過 那衛生性 我會跟你拿了20秒鐘 浪費時間 對不對 好那個 所以變化量就很重要 但是這個事情是錯的 好 我們來解釋一下 董哥說什麼 董哥說他觀察的事情 假設我把你的彈簧 挖在這裡 我上次放一個彈簧證 我放一個彈簧證 我放一個彈簧證 他發現一個事情喔 我放的東西的重量 我講重量嗎 跟 伸長量 伸長量是彈簧的 長度電話量嗎 伸長量 正比 是不是正比 沒錯 對 我這不是相處 我只是講說這兩個東西 我沒有寫相處 這個東西 他在測試這兩個東西 發現 重量跟伸長量成正比 也就是什麼 我的重量 正比於 我的長度 這個長度是 減掉原來的長度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彈簧一開始有個重量 有個長度 假設這個長度是L0 我掛了一個訪碼之後呢 他伸長的另外一個長度 這長度叫L 大家知道意思嗎 就是說 他的正比 只跟這一段有關 只跟這個伸長量有關 我聽懂意思嗎 只跟伸長量有關 就是L前台L0 正比 所以基本上正比的東西 好啦 因為喔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這樣 就是 有時候你會 因為上課的時候就覺得無聊 就開始打完一些東西 這樣 那個弄一弄 那個弄一弄 那個 然後嘴巴吃點東西 你就覺得沒有影響到上課 結果吃東西的時候 一個嘴纏 哇 身體髒了 趕快拿衛生紙 趕快幹什麼 幹什麼 請問在你嘴纏之前 你有沒有在上課 或許有在上課 嘴纏之後你有沒有在上課 因為你嘴纏之後就停止上課 對不對 所以說吃東西不是不可 但是吃東西多少都有意外形成 那就會影響你上課的情緒 好不好 不希望真心 盡量上課就能夠專心 其實我在 我那時候去參觀分擔他們上課 他們在國小三年級以前 他們在做一件事情 國小三年級是國小一年級跟國小二年級 他們在教來上課要專心 他們在教專心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他們國小活動 我們去參觀上課要上課 其他事情他們都專注在上課 所以上課效率很高 老師不用這樣停下來講廢話 你知道嗎 就是老師可以很專心的 所以他們上課的時間很短 所以我們就說 哎唷 歐美上課為什麼那麼好 那個學生下午三點 兩點就放學了 都不用上那麼久的課 我們都上八小時 為什麼 大部分學校的學生 上課的時候 我說在台灣 老師大家要放到三一至一到二分級的時間 在管資訊 後面同學不要講話 誒 那個摸摸同學不要睡覺 他們不是這樣 所以你的時間也怎麼樣 大部分的時間是說 本來你比小哥的上課 事實上只有二十分公開 三十分公開上課並多 那其他時間就是在要求這些事情 那所以時期課可能要上課 那時候可能要改課 幹嘛幹嘛幹嘛 所以 啊以後你們要盡量專心 才能夠我們把學習效率拉到最高 好不好 OK 好 所以我們剛剛發言一個事情是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成正比 成正比什麼意思 成正比就是回來線型的 好 再講一遍 Y等於AX 這什麼意思呢 這什麼意思 就是 我那A 你跟凡數啊 OK Y跟AX一樣是凡數的定義 沒有關係 沒有錯 都是對的 簡單來講就是說 Y永遠是X的A非 是不是這樣講 Y永遠是X的A倍 是讓這個凡數寫出來 就是說 Y跟X有線性關係 怎麼來看呢 從圖形來看 因為我們講線性關係還是很難聽 Y是X的A倍 也很模糊 所以我們來看 當X為1的時候 Y多到A A在這裡 當X為2的時候 Y多到2A 2A 就兩倍嘛 2A在這裡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它畫出來 怎麼樣 那所以說 當X為3的時候 Y多到 3A 你不要想說 還這麼簡單 修一個辦法 這麼短就學會了 沒講到無聊的事情 不是喔 我跟你講 我到大學之後才會這中音有重新的認識 因為在大學的時候老是想要線性 我也是國中高中 是蒙蒙都懂 老是什麼叫線性 那跟這中音 講的自然界的東西有什麼關係 多蒙蒙都懂 多蒙都懂 好不清楚 好嗎 所以這中音是很重要 我現在解釋給各位聽的是 你們希望你們在這個時候去思考 這到底是什麼意義嗎 好 所以可以用這個線性的概念往後推 這是一個直線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點上 假設我抓到 我看到這邊是 MA 這個點上是MA 其他點收到 M M 就知道了嗎 這什麼意思呢 我從已知 得到一個未知 接下來呢 從未知 就可以反推得到一個已知 就是函數的好處 對不對 函數的意思是說 我從一個已知的XS 我得到一個位置的XY 有一天當我這樣Y的大小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X的大小 我就可以知道X的大小 是這樣子 這就是函數的好處 這叫做 線性 快講一遍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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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邊是A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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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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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4A 4A 5A 4A 4A 7 3A 5A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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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4A 4A 3A 4A 5A 你們有知道 照顧路的問題嗎 因為你知道嗎 冠語的名字我一直很難記 我一直想冠 冠中 沒有沒有沒有 我以前有一個學生叫冠中 那有一個大提前小提前是叫冠語 陳冠語對不對 有聽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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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冠語嗎 冠語 不是 冠語是我姿子 是我小舅子的兒子 冠語 所以我就會一直在想冠中 所以照顧有中 你想到冠中 你就會講冠 不是 那照顧 OK 沒關係 所以照顧我問的問題 是不一樣的東西 是你在不怕地上去 所以這時候 我帶6進去的時候 Y會等於什麼 Y等於5分是6A 好嗎 好 假設你這個是成立的 X等於5的時候 Y等於5分是6A 那X等於6的時候 Y等於5分是6A 好不好 我幫你從這邊求解 我覺得假設你的方程式 我的名字是K 是KX 是KX 所以這個C就是K 所以我把5跟A帶進去 我就求這個K了 我K求得回來 這個時候 再把他帶回來我的方程式 我不會輸入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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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輸入太快 那你輸入太快 就表示你自己等一下回去休息 一樣 好 這休息 休息 休息 不是這個休息喔 不是這個休息喔 這休 休 休 好 不一樣喔 只休息非比休息的 好 所以呢 這個叫做線性關係 讓我們看來彈勢圖形 是直線 而且都遠遠出發的 叫做線性關係 Y跟X有線性關係 它的常態的表示方法 沒有變態表示方法 只有常態表示方法 叫做Y等於AX 這個書法就說Y正比0X 這個符號叫正比 有些東西說 寫了半天 派人做筆記 過兩分鐘 休息每次講這些東西 這到底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 正比X的時候 畫這個符號字 你要記得 這個符號叫正比 Y正比X4 意思是說 X多一倍 Y多一倍 X多兩倍 Y多兩倍 X多十倍 Y多十倍 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不是符合這個結果 是 是不是符合 X1的時候Y是A X3的時候Y3A X10的時候Y10A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嘛 所以就是符合這個結果 正比關係 或者叫做線性關係 線性很重要 其實這兩次很重要 尤其在未來 你們再解決一些 假設有機會 你們解決封城的問題 或解決一些 複雜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人類的黨代 能夠解決線性問題 我們要不要解決非線性問題 所以通常會把非線性問題 先轉換成線性問題 再去求解 所以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未來怎麼會有一些東西 但你要先解決 把它變成非線性問題 之前是怎麼樣 你要去把一些問題先量化 因為我們現在問題是 剛剛講的很多問題是 大一點小一點 我肚子有點餓 都是一種直性的說法 直性的說法沒辦法量化 所以你要先把直性的東西 變成量化的東西 量化的東西它只是非線性 再把水線性的轉換成線性 你才可以求解 好 麻煩喔 因為我們可以直接把量化完之後 很難 量化完之後可以感覺到一個關係 但是很不見能夠求到真正的解 好 反而五課 你剛剛發現了 長度跟伸長量 重量跟伸長量是有一個對 有一個等比關係 所以他就做出這樣一個縮法 對不對 你知道對照那邊的說法 所以他就很大膽寫了 W等於K L-L- 可不可以 所以他限制狀況一下 K是個係數 對 K 彈性係數 沒有沒有 這就是係數啊 好 當你從正比 要重複等於的時候 你看看這個係數 這係數多少不知道 對不對 但是不管係數多少 都是符合正比的關係 對不對 兩個係數是一些 什麼意思 就是y 就是 x只要變一點點 y就變很大 如果這個a等於 0.3呢 有什麼意思 x變一點點 x變很多 y才比1.0 變上0.3倍 所以y變得比較少 是不是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說 這個東西 限度通常兩次的變化量 在圖形上呢 他就可能是這個樣子 或是這個樣子 好 這是a 這是b 哪一個係數比較大 a或b b的係數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 線越直的時候 表現係數越怎麼樣 好 那線如果跟y 貼齊的話 那係數多大 無線 係數可以說是無線大 但是現在是沒有意義的 基本上 y等於無線大代 乘以x 這是沒有意義的 這樣子 他不就只要代表就好了 代表什麼 代表0 代表0它是0 可是它沒有1 因為我們沒辦法 預算這樣的東西 就在數據上 我們就考慮了 但是你可以知道 有這種感覺 好 所以再來 回來這邊 所以他就定出 w等於k a 體身長量 這是一個關係式的出來 好 然後我們來看 這個標準 代表是 重量 是不是法馬的重量對不對 是不是法馬的重量 這樣我們能理解到 法馬的重量 來自於哪裡 就我們先來理解 骨科那時候 沒辦法理解 骨科那時候 重力還沒有被解釋清楚 你清楚 是來自於進行的力 所以它重量是一種力的單位 你要知道這個意思吧 我把任何東西放到膀胖秤上 之所以膀胖秤會拉伸 是因為它的質量關係 還是跟它所受的力的關係 所受的力的關係 所受的力的關係 大家要記得 膀胖秤跟力有關 膀胖秤跟質量沒關 膀胖秤跟力有關 膀胖秤跟力有關 所以重量是一種力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它改寫了 叫做F等於K 可是這個東西呢 每次要寫這樣很麻煩 因為這個L0是固定的 所以就把FX X是什麼 長度變化了 對 是生長量 長度變化量 就是我把後來的長度 去減掉原來的長度 就是這個叫做X 就是長度變化量 這就變成一個 現場的長度 這就是固定律 那K是什麼 K叫台灣係數沒有通常 像罐友有說 台灣係數 什麼叫台灣係數 就是說 假設你的 比如說 假設你掛一棟客房 那你的生長量是多少 然後就是它中間的那個關係 OK 中間的體質關係 它就是一個台灣係數 那我們知道台灣係數 我們可以進入台灣係數 那我們可以說台灣係大的 什麼叫台灣係大的 就是 你只要 好 就是說你不要掛一點點 就是很新的東西 可是它一樣 都被拉得很長 想清楚喔 是喔 想清楚喔 我只要掛一點點東西 它可以被拉得很長 那這是大牌的 喔 小的 好小的 來我們再擺 把它再掛一點 欸 欸 現在感覺上慢慢的 變成我們在灌點對話 你們如果沒有跟商 趕快喊停喔 因為這樣進度很快喔 這樣跑得很快喔 如果你當下沒有聽懂 要說我現在沒有聽懂 要拉回來 知道意思嗎 不要不好意思 喔 不要不好意思 尤其是剛剛兩位吃到的東西 不要不好意思 還可以去吃吃 都會聽懂的 還可以去吃吃 好 那請解釋一下 我再同一前一遍 你請解釋一下 我把這個關機式重新寫過 叫做K 等於什麼 來 從這邊 K等於什麼 等於誰分之誰 在這裡啊 把他移過來 等於誰分之誰 F分之X 對不對 想一下嘛 應該對 慢慢想一下喔 當X是固定不動的時候 K越大 F越大越小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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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當X固定不動的時候 F越大 K越大 K越大 越大 越強 好 在這邊越大嗎 我從1分之X跟2分之X K來比較大 會變比較強 所以是錯了嗎 好 那既然是錯了 我們就把它反過來喔 就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簡單來講 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這個東西 會跟分子比正比 你要看喔 你這兩個東西 這是叫它1分之X 是不是 我們講 F跟 這是常在成正比 所以這兩個都要分子 對 這兩個都在分子 所以F越會跟K成正比 對不對 F越會跟K成正比 假設這個糖果拉升1公分 這個糖果拉升1公分 那我說這個手受力比較大 這手受力比較小 它掛了一堆石頭 它掛了一個棉花 希望寫的K比較大 掛石頭的K比較大 你掛棉花的K比較大 K K K是一樣長沒有錯 我現在講的是K 啊 這邊掛的是100公斤的東西 這邊掛的是1公斤的東西 誰的K比較大 這邊嘛 你看 K是跟F有關的 當長度是一樣的時候 嗯 身長量是一樣的時候 那F會怎樣 F是力啊 我們剛剛講F是力 糖果拉著力 所以你身長1公分 所需要的力很大的時候 K的很大 當你身長一定的長度 所需要力很小的時候 K的很小 這樣有概念嗎 有感覺嗎 對 對 當身長量是固定的時候 你需要用很大力才拉這個長度 表示K是大來的 是大的 當你要拉到這一點長度 一樣的長度 你需要一點點力就可以拉到長 K是大來小的 小的 對不對 因為這是兩個的成績結果 所以當X是固定的長度的時候 我的力就跟K有關了 我力氣就跟K有關了 力越大 我的K又越大 我力越小 K就越小 是這樣子 OK K是個系數 K是個系數 簡單來講 K 就是把所思的力 去塗上所剩 所深長的量 有同意嗎 有深的力出也有同意 對 但是這個東西 你不用刻意背它 你應該從這邊拿來想 這個可以解吧 或是方個方式而已 好 好 我們進下課 然後那邊 一星光這樣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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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